中国南岚结束失忆的亚洲杯之旅后,全队在欧洲拉链一个月,为的就是备战试育赛第四窗口期对决哈萨克斯坦和八名队的比赛。 中国南岚客场挑战哈萨克斯坦,全队在周期的带领下拒绝逆转,莫杰顶住对手的冲击,以68比56击败哈萨克斯坦取得开门红。 这场比赛是在一个自行车场地改建的,虽然比较简陋,但现场还是来了不少的球迷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现场居然还有一位辽兰的球迷,他穿着的是最近几个赛季辽兰标志性的绿色战袍,7号属于张震霖,证明辽兰球迷坐在第一排,给中国南岚的球员,尤其是辽兰的队员加油助威。 不得不说,辽兰的球迷真的是遍天下,贝贝封闭进行之前,辽兰去到任何的客场,都会有很多辽兰的球迷来到球馆,直接攻陷客场,加油的声浪玩往比主队的球迷还要大。 这次没想到的是,来到哈萨克斯坦,居然还有辽兰的球迷,目前辽兰队内没有韩德军,富豪和张震霖,只有郭艾伦和赵继伟两人,这两位辽兰的球员在中国南岚表现不同。 此一郭艾伦和周琦之间的配合很好,两人第一级多次连线,都是郭艾伦突破之后找到周琦,后者轻松上篮打进。 全场下来,郭艾伦表现不佳,后来只有尴尬的九中二,得到五分二抢断,发挥低迷,当然联想到郭艾伦大腿拉伤出战,确实不易。 赵继伟他比赛日当天,是自己的27周岁生日,赛前他在社交媒体上的生日愿望是比赛顺利,球员平安。 到了比赛中,赵继伟剃股登场,他面部还带着护具,此前在欧洲拉链期间,赵继伟的鼻骨骨折,本来该做手术的,但做手术的话,就赶不上中国南岚的这两场试育赛。 所以,赵继伟选择保守治疗,这场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,更是带伤出战,令人非常感动。 赵继伟的爱妻王军瑞,也一直都在关心比赛,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,他在社交媒体上送出祝福,赵继伟,生日快乐,渐渐康康的。 其实,中国南岚的表现还没有达到预期,比赛差点被对手翻盘,仍有不足,也期待中国南岚接下来的发挥,争取找到并且解决问题,下一场对阵巴黎,亦争取得胜利。